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教材的第六章 资源税 那首先来看一看它的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考试的重点内容 当然重要程度不及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 还有消费税 但是它的分值呢 也不少在10分左右 除了考单选多选以外呢 还会涉及到计算综合题 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另外就是资源税 它自己本身就可以考到计算题的这个难度 另外它跟增值税消费税一结合呢 还可以考到综合题的难度 那这个对大家要求就比较高了 除了你把资源税本身的计算规则掌握清楚之外呢 还要求你掌握它跟别的税种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这是这个考情的分析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看资源税里边的内容框架 一上来咱们先会介绍它的各个要素 比如纳税人是谁 税务和税率 然后还有像征收管理 这些呢都是属于选择题的常见考点 咱贝贝关键词就可以得分了 另外这里头最核心的是 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计算这一块 这就是大题的绝对重中之重了 另外就是税收优惠 这块也挺重要 它除了考这种文字描述的选择 说问你下列优惠政策哪个正确之外呢 还可以放到大题里边来考 对不对 如果你忽视了这个优惠政策 那你最后算出来的税额肯定就是错的咯 所以这块咱们一定要精准的把握 然后接着讲完了资源税本身的这个规则以后 我们再单开一个知识点 专门讲这个水资源税 水资源税以前的教材 咱就是简单提了一下 那今年呢 咱们丰富了很多水资源税 本身的一些个 征收管理呀 计算呀等等这些个内容 这些呢 大家要注意选择题 这是关于我们本章的内容框架 然后接着进入正题 咱们来看看资源税的各个要素 首先纳税人 资源税的纳税人 是在中国的领域 或者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注意这里面有一些限定词 咱要解释一下 首先区域的范围来说 咱们得在中国的地盘上来开发应税资源 才需要交中国的资源税 那如果你跑到澳洲去开发什么铁矿石了 或者从澳洲进口铁矿石了 那是咱们地盘上的资源吗 不是那些都是不交中国的资源税的 另外我们还提到了开发应税资源才需要交资源税 那什么是应税资源呀 咱们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其实涵盖了目前发现的所有的这个放种 另外还有就是盐 所以矿和盐 这属于咱们的应税资源的范畴 那别的就不是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了 比如说你去开发什么森林资源了是不是 森林虽然听起来也是资源 但它确实不是咱资源税的范围啊 所以这呢 你开发它不需要交资源税 但是你啊 你说我开矿了 我去开采什么这个铁矿石了 开采什么煤矿了是吧 那这些都是要交国国的资源税的 另外就是纳税人呢 既包括单位也包括个人 而且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形式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有限公司啊 或者你是一个个体呀 或者你是一个什么国营的啊 你是一个私营的啊 这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涉及到在我们的地盘上 开发这些个应税资源 那就通通都是我们资源税的纳税人了 这是基本规定 然后接着这儿还有两个细节规定 说中外合作开采路上海洋石油资源的企业 应该缴纳资源税 他们照样也是咱们资源税的纳税人 但是在这儿我们对老人有一个老办法 说在11年11月1日前已经依法定立了中外合作 开采路上海上石油资源合同的 在合同有效期内继续缴纳矿区使用费 不缴纳资源税了 也就是因为他们是老人嘛 是不是 老人咱们有老规矩 那你就在合同有效期里继续按照老的规矩 去交矿区使用费好了 那等合同期满以后 你还要再去开发这个石油资源 那就应该依法缴纳资源税了 这是一块 然后接着我们还提到了水资源税的试点问题 注意水资源税不是在全国范围内突开的 它是在部分地区试点的 最早是在河北省开展的试点 后来又做了扩大 像北京啊天津啊山西啊内蒙啊等等啊 这些区域现在都在我们的试点范围之内 简单了解 另外这儿提到的是 对取用地表水或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试点征收水资源税 比如说你在这个试点区域里边 你从河里边取水用来洗车 用来弄什么滑雪场是吧 或者你从这个地下来抽水 弄什么洗浴啊等等 这些都属于咱们水资源税的那个征水范围 应该去纳这个税去 这个水资源税 一会儿咱们会单独的有一个这个知识点来进行介绍 在这儿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即可 这是纳税人的这个规定 接着我们再做两个特别提示 这提示也非常的重要 首先说资源税 它是在我们的地盘上开发应税资源才需要交的 那进口的资源 这就不属于我国的资源 它就不用交资源税咯 也就是资源税是进口不争的 那接着出口资源呢咱也不鼓励 因为资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嘛 是吧 咱也不太鼓励你去把这个东西卖到国外去 所以你出口资源 它首先是不免税的 如果你出口该交税 那就正常交税去 并且你前边如果负担了资源税 那咱们也不给你退税 所以出口不免不退 这是资源税的这个进出口政策 咱们记住关键词 进口不争 出口不免不退 接着再来看资源税的征收环节 它是单一环节 计征的 只在开采或者生产环节征收 比如说我们开采矿产品 开采了这个矿以后 我给它卖出去 那这个环节就叫开采环节 或者叫出厂销售环节 是不是 这个时候要交这个资源税 但是啊 你这儿这个矿山 你开采了这个矿 你去给它卖出去 你交了税吧 那它以后就再也不交税了 比如别人从你这儿买了这个矿以后 在第八呀 零售啊 再卖出去 都不再交税了 或者说它再拿你那矿 再去深加工啊 做成什么这个 一些个其他的产品 那个也通通不再交税了 它只交一回 好吧 这是咱们矿 是在开采环节来交税的 而如果盐呢 盐是在生产环节计税 我们延长把这个盐给生产出来 卖掉的时候来交税 以后就再也不交了 这一点其实类似于消费税 咱说消费税 绝大多数的消费品 都是单一环节计征的 只有少数是特殊的 你像那个卷烟 电子烟 还有超豪华小汽车 他们是要征两道消费税的 但除此之外 别的消费品都是只征一道税呀 征一道就好了 别的环节都是不征税的 那资源税也是一样啊 它只征一道 以后就再也不征了 好 那接着咱们来看看 这个选择题目 一个单选 说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资源税 纳税人的是谁 A说 进口原油的石化企业 一看进口 这原油确实是 我们的应税资源 但是呢 进口不争 出口不免不退吗 所以这儿 不用交这个资源税 还有开采铁矿石的矿山 这个属于纳税人 中外合作开采 海洋石油资源的企业 也是资源税纳税人 生产海盐的延长 也是这个纳税人 所以这儿不属于纳税人的 就是A 因为进口不争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要素 就是资源税的税务和税率 先来看税务 就是应税资源 到底包括什么 在这儿注意啊 资源税法里边 一共设置了 五个一级税务 还有17个二级的紫税务 具体的税务有164个 你不可能把这164个 都给它记住 是吧 所以你只要知道大方向就行了 你知道有五个一级税务 是吧 然后对这个17个二级税务 咱们稍微的看一眼就行 另外这里面啊 注意它涵盖了所有已经发现的 矿种和盐 有矿有盐 这是咱们的应税资源的范畴 另外就是各个税务的征税对象 有所不同 有的是咱们对原矿征税的 有的咱们对选矿征税 有的是原矿或者选矿 都是咱们的征税对象的 那稍微我解释一下 你比如说对这个原油 就石油嘛 咱们是原油来征资源税 这个原油就是原矿的状态 对吧 你说我把原油再深加工一下子 我给它加工成汽油成品油 是吧 这些东西 汽油柴油这些个成品油 他们交资源税吗 他们不交的 这儿呢 征税对象就是原矿 就是这个原油 好吧 然后还有一些 是对选矿来征税的 在这儿我特别罗列了一下 对选矿来征税的情形比较少 比如像纳盐 甲盐 美盐 李盐 什么稀土 物和木 他们的资源税的征税对象 是选矿 也就是它原矿状态 不是咱们的征税对象 选矿才是 因为这些个产品通常可能是卖的选矿 另外还有一些资源产品 它是原矿或者选矿都作为征税对象的 那举个例子 比如就是煤炭 煤炭里边的征税对象 它既包括原煤 也包括这个原煤继续加工的那个洗煤选煤 那你看原煤它就属于原矿状态 是吧 那个洗煤选煤呢 其实就是选矿 这些都属于征税对象 那可能有同学就会想了 原煤要征税 洗煤选煤也要征税 那这不就征虫了吗 如果我拿自己开采的原煤 去加工了洗煤选煤 是吧 那是不是要交两道税啊 不用的 如果我们自己开采出来原煤 直接卖原煤 那就按原煤来集税 如果我开采出来原煤呢 我不去卖它 而是继续去洗洗玄玄 做出来洗煤选煤 那就卖洗煤选煤的时候 去计税好了 原煤就不用计税了 所以它不会重复征税的 这一点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 讲这个消费税的时候 那个烟丝和卷烟的关系 是吧 你看烟丝和卷烟都是消费品 但是它会征虫了吗 说我们自己啊 生产了烟丝 又领用去连续生产卷烟了 那烟丝需要交税吗 烟丝不用交 将来卖卷烟 去交这个消费税好了 是吧 所以资源税啊 有很多内容 其实跟消费税差不多 咱们比照着去进行计议好了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税目 那接着啊 咱们具体来看看到底这个税目有什么 首先从大类上来说 资源税一共有五个税目 包括能源矿产 金属矿产 还有这个非金属矿产 水汽矿产 还有盐 那咱们具体看看它的这个紫目 你像能源矿产里边 最典型的 咱们常见的就是原油啊 什么天然气啊 煤啊 这些东西 是吧 当然还有地热 地热就指那种温泉 然后接着还有金属矿产 金属矿产又可以细分成 非色金属矿 还有有色金属矿 你像什么金银铜铁呀 都是属于这个金属矿产 另外还有非金属矿产 它有这个矿物类 岩石类 还有保育石类 你比如什么花钢岩呀 是吧 什么各种保育石啊等等啊 它都属于这个非金属矿产 然后接着还有水汽矿产 你像二氧化碳气呀 什么矿泉水呀 这些也是要交资源税的 属于它的范围 另外盐里头包括 钠岩 甲岩 美盐 锂岩 还有天然卤水 还有海盐 注意这个钠岩 甲岩 美盐 锂岩 这些属于选矿产品啊 属于 这个稍微的啊 挑选以后的这个产品 这是属于我们的资源税的 这个税务的内容 然后接着我们做一下总结 说这个资源产品啊 它有一些特点 咱总结之后 应税资源就是 境内天然初级资源 好 那来解释一下 首先境内 这个好说 咱们得在中国的地盘上 开发了这个应税资源 才需要交中国的资源税 所以啊 你从境外进口的资源 是不交税的 咱们仅先境内的来交 然后接着是天然的资源 才交资源税 那人造的呢 人造的又不稀缺 那人造的是不交税的 比如说 人造的石油 它就不属于我们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强调 这是初级资源要纳税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资源 你给它深加工了 做成工业化制成品了 那它就不再属于我们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了 好吧 那必须得是初级资源 咱们举些例子 你比如说原油 你看原油 它是不是初级资源呀 它是原矿的状态 是吧 我开箱出来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 如果我们把它深加工了 加工成汽油柴油 这些个成品油 那注意成品油 它可不是资源资源 它不交资源税的 原油交 成品油不交 然后接着 再举例子 比如说煤炭 煤炭里边原煤 它属于我们的这个征税范围 属于应税资源 要交资源税 我开采出来就是这样 是吧 就叫原矿 然后接着 我也可以稍微的给它洗洗玄玄 比如我开采出来的原煤 它是没有交过税的 对吧 我自己采的原煤 我加工成了洗煤选煤 那这个也属于应税资源 因为煤炭里边 它既包括这个原矿 也包括选矿 这都是它的征税对象 好 那接着 如果说我把这个煤 买过来以后 我加工成煤炭制品 它还交资源税吗 或者我自己采了煤 我给它加工成煤炭制品 加工成蜂窝煤煤球这些 它们属于应税资源吗 注意它们可不属于应税资源 它们已经是深加工后的产品了 所以它们就不交税了 好 那在这儿 大家可能还会发现一些问题 你说原油是这个应税资源 成品油不是 那如果我把原油直接开展出来 我就用来加工成品油了 怎么办 那这时候你说它要不要寄税啊 当然要寄税咯 因为成品油将来不交税 那你原油领用就得交税啊 要不然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交了 是不是 好 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把原煤 或者是什么 这个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 你去加工煤炭制品去 是不是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一样的 因为后边的煤炭制品是不交税的 那么你前边啊 这个自己开采的原煤也好 这个什么洗煤选煤也好 那他们就应该交税 要不然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交了 好 那这个点其实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提示 就是资源税里的适同销售 好 咱们来介绍一下 说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 应当依法缴纳资源税 但是自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的 它是不缴纳资源税的 好 我们来举些例子解释一下 其实这块内容呢 不难理解 咱们以前学过类似的 好 首先啊 你看 说我们自己是一个煤矿 我开采了原煤 这个原煤如果卖掉 那肯定要交资源税的 好 但是我自己采的原煤现在不卖 我用它继续生产洗选煤了 我稍微的把它洗一洗啊 选一选是吧 把那个杂质洗掉 或者选出一点好的来 我做成洗煤选煤 那这个时候注意啊 洗煤选煤 它也属于应税资源 那将来卖洗煤选煤 计税好了 那原煤 它领用去生产洗煤选煤 还需要去计税吗 当然就不用了 这个原煤不用计税 然后接着还有一种可能性 说我们自己采的原煤 如果直接卖掉 肯定要计税 但是现在呢 我自己采的原煤 没有直接卖掉 而是连续去生产煤炭制品了 我去生产 风波热煤煤球了 那煤炭制品将来卖掉 需要交资源税吗 它不是资源产品对吧 它不交资源税的 好 那么现在我把原煤 领用去生产煤炭制品 是不是就得 适同销售来计税啊 要不然以后就 再也没有机会交税了 所以原煤 需要适同销售来计税 这是第二种情况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第三种情况 就是我自己开启了原煤 直接卖肯定要计税 现在呢 我没有把它给卖掉 而是用于什么 投资啊 分配啊 交换啊 赠送啊 抵债啊 等等 用到这些个用途了 怎么办 用到这些用途 那肯定得适同销售计税 要不然我就可以拿这个当借口 不交费了 是吧 这肯定不行 所以这些情形 通通的适同销售原煤来计税 听完我们说的这几个例子之后 大家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 没错 就是消费税里头 咱们讲过那个内容 跟它一模一样的 适同销售 回顾一下吧 我们消费税里怎么说的 说如果是你自产的消费品 自用于某些特定用途 它是要适同销售的 比如第一个用途 我们说自产的 自用于连续生产 生产什么呢 假设生产应税产品 比如说我自己产的烟丝 去生产卷烟了 那这个烟丝需要计税吗 注意烟丝不需要计税 将来卖卷烟的时候 去计税好了 接着如果我生产的是 非营税呢 比如说我拿自己产的酒 去生产酒心巧克力了 那它怎么计税 巧克力它不是消费品 将来卖的时候 不会交消费税的 那么酒一送去生产巧克力 就要适同销售计税 然后接着如果用于其他用途呢 不是连续生产 而是什么投资啊 交换啊 抵债啊 赠送啊等等 那么酒如果用到这些个用途 等等啊 很多很多可能 那么这儿呢 我们认为 它只要不是用于连续生产 应税产品 那么它就得适同销售计税 所以你看我们消费税里就讲过这一套 资源税里竟然跟它一模一样 是吧 确实它们的规则 是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咱们要结合的一块记 好那总结一下吧 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应税产品 我只要是自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 那它就不需要计税 但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以外的用途 都要适同销售去计税 对吧 就这么一个结论 把关键词记住 咱们能理解它就好了 接着看完了税务这一块 我们再来介绍税率 这个资源税 注意它实行从价计争 或者从量计争 但是啊 从价计争为主 从量计争为辅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资源产品 都是从价计争的 好那它采用的税率形式呢 就是既有比例税率 又有定额税率的形式了 这是整体的规定 然后接着啊 这又说了一些特殊的 这个资源产品 它的计争方法 说地热 砂石 矿泉水 天然卤水 石灰岩和其他粘土 它可以采用从价计争 或者从量计争的方式 也就是说 这几类产品 可以从价或者从量 那具体你是从价还是从量 由各省来决定 好吧 总之它有两个选择 但是其他的产品 统一适用的都是从价计争 这是咱们的计争方式 然后接着就是 咱们计争的时候 你说这个比例税率也好 定额税率也好 它是固定的一个档次啊 还是说幅度范围的呀 注意啊 这有固定的 也有幅度的 我们提到像原油 天然气 什么液研气等等啊 什么这个物啊 木啊 中重稀土啊 它的资源税 采用的是固定的比例税率 比如说6%啊 算就是6% 而其他的这个资源产品 均采用幅度的税率 注意啊 幅度税率 它可能是从价计争的 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也可能是从量计争的 哎 多少钱到多少钱 好吧 不一样的 但都是幅度的范围 好吧 只有这些列明的 它们是固定的比例税率 这是我们的这个 一些个税率的基本形式 然后接着 哎 你说这个如果税务税率表里边 它规定了一个固定的比例税率 那好说 是吧 咱全国都用统一的这个固定的比例来计税好了 但是别的资源产品都是幅度的税率 那我这个计税的时候到底用哪个档次啊 注意这是由各省来决定的 具体决定的程序是这样的 你要把关键词记住 说税务税率表中规定实行幅度税率的 及具体适用的税率 由省级政府在这个规定的幅度内提出 注意啊 省级政府你不是这个拍板去决定的那家 你是提出 谁来决定呢 是由同级的人代表大会 常务员会他来决定的 并且要报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和国务院来备案 这个权限的范围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最终我们决定的流程 你要清楚 谁提出 谁决定 向谁来报备 这是我们说了各地区啊 他去确定的一个流程 然后接着 这还提到了一些细节 说税务税率表中规定 征税对象为原框或者选框的 应当分别确定具体的使用税率 你比如说煤炭是吧 那个煤 咱们的征税对象既有原煤 也有那些个选框 就是什么洗煤选煤之类的 那他们是用的税率不一样的 好吧 这个是要分开的 那你卖原煤 你就用原煤的税率来集税 你卖这个洗煤选煤 你就用洗煤选煤的税率来集税 他们是不同的 这是一点 然后接着 你说我什么时候按原框集税 什么时候按选框集税呢 在现实中 可能你会稍微有那么点点犹豫 那这又明确了一下子 他说纳税人以自采原框 洗选加工为选框产品销售的 或者将选框产品自用于应当缴纳资源税情形的 应该按照选框产品来集成资源税 在原框的移送环节不缴纳资源税 举个例子来看吧 直接看文字描述 太抽象 咱们呢 看不太明白的时候 你就想想例题 想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自己采的原煤 去连续加工了这个洗煤 那这时候你说我按什么来集税啊 按原煤来集税 还是按洗煤来集税啊 那注意了 原煤移送去生产这个洗煤 它需要集税吗 不需要的 因为是我们自己采的应税资源 连续去生产应税资源了 它最终的应税资源来集税好了 中间的这个产品啊 中间的这个原煤移送 不需要集税的 所以卖洗煤的时候 集税好了 那如果说我洗煤是正常的销售 是吧 那煤的时候咯 我就按洗煤的税率啊 来集税好了 那如果是视同销售呢 比如说我拿洗煤去投资了 赠送了 交换了 那视同销售的也是洗煤 也得用洗煤的这个税率来集税 对吧 因为你是洗煤这个状态下 你去视同销售的嘛 所以肯定按洗煤来集税 然后接着啊 如果我开采出来原煤 我把原煤拿去销售了 那按什么集税啊 那当然就是按原煤集税咯 或者说我拿原煤去什么投资了 赠送了 交换了 抵债了 那要视同销售原煤 对吧 那视同销售原煤 当然用原煤的税率咯 所以在这我们关键看啊 你这个销售的时候 或者说视同销售的时候 它是什么状态 原煤状态 你就给它卖了 我视同销售了 就按原煤集税 洗煤状态 你去给它卖了 或者是视同销售了 那就按洗煤来集税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说对于无法区分原生岩石矿种的 立即成型沙石颗粒 按照沙石税母来征收资源税 你说这个小石头 它已经碎成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它原生的岩石 到底是什么花钢岩还是什么岩 是吧 那就按沙石来征税好了 这个了解一下不重要 然后接着我们又提到了两个从高试用税率来集中的情况 咱们一块看 说纳税人开采或生产不同税务的应税产品 应该分开核算 或者说开采生产同一税务下 是用不同税率的应税产品的 也是要求应该分开核算的 分开核算 那你试用不同的这个税率呀是不是 所以要分开核算他们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才行 那如果说你没有分开呢 或者不能准确的提供他们的销售额销售数量呢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征税的时候就要从高即征了嘛 是不是 这没得商量 这个原则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分不清楚 征税就从高 退税呢 就从低 然后接着咱们再看看这个税务税率有关的题目吧 这细节比较多 首先一个多选题 说下列属于资源税中的应税资源的有谁 高领土石灰岩 有同学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呀 不知道他没关系 你想想这是不是矿 是的 是吧 这是非金属矿 非金属矿 另外这个宝石 这属于那个保育石类呀 也是我们的应税资源 另外成品油 注意成品油 它是深加工后的工业制成品了 这不是初级资源 咱们这个油呢 是原油才属于资源产品 才交资源税的 成品油 汽油柴油这些啊 它们是不交资源税的 另外 席选煤 这个煤里边既包括原煤又包括席选煤 它属于应税资源 所以在这啊 我们这个属于应税资源的 应该把A B C E 这四个都选上 接着我们再看一个20年的多选题目 说根据资源税法的规定 下列属于资源税 征税对象的有谁 提到了 有物矿的原矿 海盐 物矿原矿 猛矿原矿 还有人造石油 那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掉 人造石油 因为只有天然的资源 才交资源税 人造的不稀缺 它当然是不交的 另外就是 它提了这么多原矿 那我们可能记不太清楚 说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原矿征税 还是选矿征税 还是原矿或者选矿 都作为征税对象呢 不太清楚是吧 那你稍微回忆一下啊 尽量的去想想 你看咱们提到了 有一些矿 你像稀土啊 物啊 木啊 它们是选矿来作为 征税对象的是不是 那它的原矿并不是 征税对象 所以这两个是不争的 而这个猛矿 咱们并没有说 实际上它的 征税对象 既包括原矿 又包括选矿 所以这能选的 就是海盐 和这个猛矿的原矿 选上他们俩好了 这个题目确实是比较细 平时呢 不建议大家 为了准备这类题目 我都去把畜牧蓄律表背一下 不建议 咱就碰到题目了 然后把你不会的那个 稍微的关注一下 适当补充一下就可以了 真正到了考场上 可能你平时背了 也不见得记得那么准 咱们就到时候呢 连猜带懵啊 是吧 最终去得出一个结论就行了 并且呢 要谨慎做打 拿不准的 咱就不选它 是不是 好 接着再看一个20年的单选题 说关于资源税的税率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说 有色金属选矿 一律实行幅度比例税率 是都采用这个幅度比例税率吗 不是的 有一些就是固定的这个比例税率 是吧 你比如说 中重稀土 物还有木 他们就是固定的比例税率 所以这一说这么绝对 那通常都是错的 然后B 说开采不同的应税产品 未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提供不同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或销售数量的从高适用税率 那肯定了是吧 分不清楚征税的时候 咱就从高来征了 另外C说 原油和天然气税募不同 适用税率也不同 还真未必 虽然他们税募不同 但是赶巧了 有可能他们的税率都是一样的 在这都是6% 这个说法错的 另外D说 具体适用税率 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决定 错了 应该是报红级的人大常委会来决定 是吧 然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所以说这错了 有问题 好 那这个题目正确的就是B 有同学说了 这个题也挺难的 是不是 有好多点我可能都不太知道 你比如说原油天然气的税率是多少 我记不住 是吧 还有这个有色金属选框 那是不是一律实行幅度比例税率 我也拿不准 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个题你可以用排除法呀 这里边非常非常明确的 就是B肯定它是对的 是不是 那你知道B肯定是对的 这又是一个答案选题 那其他的肯定都是错的吗 是不是 这种题目难度 其实表面看起来确实挺大 但实际上做的时候 咱们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也不是那么难